再来看一下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是我国华东地区最大的柿子生产基地 这里种植着8.6万亩柿子 这些天 果农们正忙着晾晒饰饼 田间地头一片金灿灿的晒秋景象 走进龙岩市永定区胡坑镇南中村 记者看到田间地头的一排排竹架上 整整齐齐晾晒着金灿灿的饰饼 果农正忙着给晒制的饰饼翻面 据果农介绍 每年10月到12月 他们都会晾晒饰饼 柿子秋收后 果农就对新鲜柿子进行悬果 去地 削皮 然后摆晒在阳光下自然风干 从一颗新鲜柿子到一颗饰饼 需要经过半个月以上的晾晒 晾制好的饰饼将被送往加工厂 进行真空包装 随后销往全国各地 我家的饰饼都是靠水天晒晒 每斤饰饼要四斤才可以晒到一斤 到目前为止 我的日订单已经达到一万多斤 每年大概鲜果需要十万斤左右 在市园里借着看到 不少游客正在采摘柿子 据了解 今年永定区柿子种植规模达8.6万亩 产量6万多吨 经营农户2万多户 红柿已经成为当地果农们增收的金果子